馬路上車來車往 員警站在白馬線上 拿起指揮棒認真指揮交通 突然進一輛聲色轎車 從路口轉彎 員警當場被撞上 痛苦坐在地上 就怕又發生二次事故 只好自己一搏一搏的 走到旁邊的人行道 等待救護人員到場 我本來就車禍視率比較高 十三號正式學校開學日 早上八點半 這名三十八歲的正姓員警 在臺北市市林 文林中正路口指揮交通 突然聲色轎車轉彎撞傷警察 三十四歲的郭欣駕駛工程 因為左轉沒看到警察 站在斑馬線上 這一撞也造成員警 雙手擦錯傷 全股骨裂送醫治療 現在還不能上班 得在家中修養 當時證明員警 就站在這個分隔島前面 指揮交通 不過重回事發現場 可以看到這裡的車流量 其實相當的大 許多車子在左轉的時候 甚至都沒有跨越中線就轉了 這名駕駛疑似就是因為這樣 四線死角導致釀貨 性無生命危險 目前證員已返家修養 全案以規定受理懲案 肇事原因將送事故分析 警察局及北分局 立即辦理慰問期相關事宜 平時這個路口車流多 公車也明言不絕 是市林地區的重要指揮路口 上下班時間都會有警察站崗 這回原警因為上班職勤遭撞受傷 根據警政署統計 去年一共有超過七百五十名警察 因為公務而受傷 警方也強調將加強教育 避免再有下一個人民保姆 因此受傷 TVBS新聞王華麗蘇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